好的 主播 各位觀眾 在屏東萬丹的這一間廟宇 舉辦了大型的廟會慶典活動 並且從10月24號 到今天上午11點以前 都只能夠吃素總共13天 也建議村內不要賣葷食 包含市場不可以賣肉品 連超商也不賣葷食 那引發許多人的討論 但今天是最後一天了 因此也有一些豬肉的攤商 是把肉拿來賣 但是村民們都說 他們要等到11點以後 才能夠吃肉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當然是不行啊 不能賣葷的啊 很多 我現在不賣了 是啊 我40個不賣了 但也有少部分的人認為說 吃素是個人的意願 不應該以廟會的名義 要求全村都要吃素 而且這樣子做法 也相當的不方便影響到生活 可以主張尊重每個人的宗教信仰 想吃葷的話 不要在村裡面吃就好了 以上是來自屏東現場情況 時間鏡頭交還 棚內主播